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刚才讲的是临结华元时的情况 关于这个天台视教仪前面的那个五时 每一时都有引证性截屏的文字 华元时里面 也有引证前面所讲的那段文字的几句 如果你听过前文之后 再把四教仪请出来 华元时哪一段文 对照一下 就可以知道 他四教仪里面所引证的那一段文 是出在哪里 是哪几句 那么他的用意是什么 那么就可以得到帮助的了解了 而前面四大弟子说明 他领悟到 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 成佛以后先说华元 华元会上的情景 前面的文字的比方的说一样 只是一种假定 不要太认真 不要因为实际上就这样子 假如你太认真的话 会发生一种误解 什么误解你会觉得 佛不能应激说法 会有这种的感觉 那么小庚人既然不能斗 我为什么要强抓他回来呢 那么这个在当时华元会上 不是这样子 没有这回事 那只是在站在中庚人 四大弟子的假定 想象 如果在华元会上 声闻人真的能够再会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记好 如果声闻人在华元会上 他能够有所见闻的话 很可能就是以上闻的比方 那个样子 所以这种的意思 只是一种比方 而这个比方当中 只是一种假定 你不要认为 佛说还原的时候 实际就是如此 佛说还原的时候 他完全对大根人说法 对四十一位法身大事说法 声闻人三七日中根本就没有声闻 就是到了第九会 入华戒坪 有声闻 但是彼此啊 可以说 和谁不犯井水啊 那么彼此不相干的情况 就像和谁不犯井水的那种情况 那么当然 声闻人也无所谓经部 也无所谓梦觉 那些事情啊都没有的 那么只是四大弟子自己想象出来 假定还原会上 声闻人能够有所见闻的话 就是于他们上面所讲的那个比方 可能啊 就是这样子 代开可能是安嘞 你不要认真 不要因为一定是就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 那佛有不能应激之险啊 那佛变成不能应激啊 那我不要大法了 你为什么就有大法 我的脚那么小啊 我不能穿那么大的鞋子啊 你为什么拢那么大的鞋子 叫我穿 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只是声闻人的想象 假定 可能 不要认真 站在佛的立场 没有这回事 这个道理 到了后边的这个药草玉屏啊 就说得很清楚了 到了后边药草玉屏就会明白 但是这个地方我如果不先说明的话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他细细的去研究 会觉得佛能应激说法呀 应激说法 那他是什么根基就为他说法呀 比如说是佛了 菩萨尚且 应以后生得度者 即现后生而为说法 该要用什么身份来为他说法 他才能得度 那 菩萨就献什么身 来为他说法 他要听什么法 才能得度 那么 菩萨就为他说什么法 那么现在根基不是属于这一路 为什么应激要他说这个法 所以 这只是一种假定 假定 生为人在会上 很可能就是如此 所以你不要认真 你要看看这个话是谁讲的 这个话 不是释迦牟尼佛本身讲的 这个话 是 摩侯家社 须菩提 穆建连家战元 这四大弟子代表 生文人讲的话 所以 你不要误会一位佛本人印记 在华言会上没有这回事 那么 等到后边 药草一平 您就会完全了解了 这里是提早先加以说明 夏文 是说他领会到 这个欧汉石 那么 科判里面 这个椎右笔 下面是 上面所讲的是 前旁人椎 前旁人椎 这一颗的文字 就是比方 花言石 下面是第二 前二人忧 从此 从此既然不能接受 放他走了吗 放他走了 长者不能这样子就让他走掉了 要想办法把他引诱回来 强拉不行啊 就得想办法引诱了 硬工夫 度不动啊 就得用软的了 先给他好吃的 要糖衣了 没有糖衣啊 他不肯吃药 前面是没有糖衣啊 用很苦的黄莲硬是要他延下去 他吃不消 现在啊 王医生很聪明了 他想出一个办法 用糖衣 糖衣包住这个苦药啊 黄莲在里面再苦也没关系 反正外表的糖衣是甜的 他可以延下去了 所以后边是用糖衣包住黄莲呢 让他延下去 就容易吃药了 所以叫做忧 引诱他 那么前旁 前二人忧 派前两个人去引诱他回来 这里有两段 文字很长 第一 齐教灵 就按照佛四十几年说法的这个教法 欧汉方登波罗 顺住设三十教的内容 他所领会的道理来说明比方 叫做齐教灵 齐佛四十年来说教的经过情况 来说明他的领会了解的意思 所以叫做齐教灵 第二 取义灵 于当时他的了解的心意 来说明他的领会的意义 所以叫做取义灵 各有四段文 现在先说第一 现在先说第一 齐教灵的第一段 灵 你已三车 在前面的火灾域里面不是说 跟他说火在烧了 他不能接受 要他出来他不肯接受 那么然后用引诱 引诱就是用三车 说明华呀 有三车 阳车路车牛车 很好玩 你出来吧 出来就有车子跟你玩 那么就是领悟到这个引诱的道理呀 所以这里就说领悟到前面的你以三车的这个道理 经文 而是长者 监狱又阴其子 而是方便 密前二人 行色交摧 无伪得者 如可欲比 取以穷子 此有作出 备于卤子 从此若许 将来死作 若言 欲何所作 便可欲之 故如除非 我的二人 一共卤作 这一段 就领你已三车 这个时候 张哲夫看到 穷子 竟然 不相思 不能接受 就放他走了 虽然放他走到穷 到贫穷 贫穷之里里 去求一食 可是张哲夫不能这样子就丢掉这个儿子啊 要引诱他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张哲将打算想要又迎这个穷子回来 欲就打算了希望了 将打算希望要把这个穷子引诱他回来 而是方便 要引诱他没有方便不行啊 这就是所谓唐医了 要的唐医 怎么引诱他呢 密权二人 秘密的派全两个人呢 去引诱他 这两个人 就是一样是个穷人 跟这个穷子的样子完全相同 衣服也是穿得泼泼烂烂的 全身也是脏兮兮的啊 那种的做苦工的那个样子啊 密权这两个人啊 这两人呢 如果越法说 就是四弟 十二姻缘 所以还原以后 佛到陆业院出专法轮 说四弟 啊 那么就是对声闻人说法 对原人彼之佛 说十二姻缘 啊 这是越法 两人二人呢 四弟 十二姻缘 越离说 就是 真属二弟 只说二弟法 真属二弟 真地之离 属地之四 这是越离说 越人说 就是声闻缘觉 啊 所以 这个声闻里面啊 呃 内壁菩萨行 外现式声闻 这就是引诱声闻 实行的声闻的方法 啊 所以佛大弟子当中 有些是菩萨实现 啊 像摄利佛 他九元已经成佛 实现做声闻了 来引诱声闻人 啊 呃 摩佛家世他们 啊 差不多都是菩萨化身 啊 啊 像佛罗罗 后边都有说到 那么 家战员 牧建连 他们都是外现声闻 内壁菩萨 啊 来引诱实行的声闻更新 那么这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声闻 一个是圆觉 圆觉在佛出世的时间呢 也是同 同复在声闻的 啊 这个重中 不另外建立声闻 圆觉重 啊 所以 佛在世的时候 虽然有圆觉 也是合并在声闻重中 这就是所谓二人了 啊 这个密全二人 全是实力了 密 约教说 把满字教隐藏起来 啊 那么 直指半字教为说法 啊 所以 以满字教为密 直说半字为 全 啊 半满 听过世教语 应当就懂啊 没听过世教语 就不懂啊 半字教满字教 哦 世教语里面说过的 啊 那么 大教 圆顿教法 那么 约四教讲 通别圆三教 是满字教 啊 上教 是半字教 隐满字教 把满字教隐藏起来 只说半字教 所以叫做全 啊 那么 隐满 叫做密 啊 说半 叫做全 这是约教 讲 约理说 隐食 把实 把实 一时隐藏起来 叫做密 啊 说全 指指全法的离 叫做 叫做全 啊 那么密 就是实 全 就是全 全巧方便的全 啊 那么 隐食 而是全 叫做密 全 啊 啊 说二 二法 目的就是隐食 而是全 所以佛出现世间 看到小个人 不能接受大法 所以把实 隐起来 直说全法 所以是三车 啊 阳路 你用三车 约人说 内壁 菩萨行 就是密 外现 生文人 就是全 啊 这个 前面讲过了 形色 焦脆 做苦工的人 他 脸有菜色啦 平常啊 只是 吃饭 破缠菜啦 倒入啦 哦 他没有好东西吃啊 所以 夹个三比八啦 哦 那么 结果 他的身形啊 颜色 都是焦脆的 焦 一种焦力的情况 啊 他脸都没有 那种欢喜的表现啊 做得很辛苦嘛 脆 就是劳累的情况 劳累的情况 啊 很瘦 而又很劳累的情况 就焦脆了 啊 你看那个专门做苦工的人 啊 那么 都是连有菜色 没有吃饱啊 啊 那么 用力很大 那么 很辛苦 都有疲劳之感 啊 身心都是疲劳 所以叫做 行色焦脆 这就是比方啊 身为人所有的功德 没有实力 没有四五威 没有十八不共法 佛的这些殊胜功德 他们都没有 没有这些功德呀 所以就是行色焦脆了 啊 都是普通一般的穷人一样啊 是行色焦脆 啊 五五威的这 身为人 只是一种小胜根基 求自己写脱 啊 那么 不用大法的俗胜禁戒 所以没有五威的 没有佛谷上的 啊 三明六通 啊 那么种种 俗胜的实力功德 他都没有 所以叫做没有五威的 此令这个行色焦脆 五五威的这 完全跟穷子一样的情况的人 去接引这个穷子 啊 下面是张哲妇 对这个 秘权这两个人说的话 如可亦为 须以穷子 如 之内两个人 啊 你呀 想办法 去找那个刚才的 离开的那个穷人 啊 他不能明说是穷子啦 须以穷子 你跟他讲话呀 声音不要太大耶 慢慢的讲 你跟这个穷子讲话呀 你要表示没有气力的那种情况 慢慢的讲 假如你声音太响亮 像我这样讲啊 他会害怕的 他又晕倒了 看你怎么办 所以啊 你要须以慢慢的讲 这个须以就是比方这个生文法呀 都是转大弯的 转了大弯呢 慢慢的表达出来 要他知苦哦 断极哦 木灭呀 修道了 这样子慢慢的转大弯呢 让他断烦恼了生死 须以 啊 穷子就是指这个生文人 跟他怎么讲啊 有没有引诱他回来嘛 啊 你跟他说 此有多处 就是张哲夫这边呢 后边也是穷人的 呃 地方一样的 后边 啊 都是一些烂泥巴 好像这个养猪养狗的那种地方的情况一样 啊 此有多处 我这个地方啊 也有工作 温家务党做了 啊 我这里有工作 而且我这里的工作的价钱啊 比你在穷 啊 贫穷的邻里里面做的价钱啊 要多一倍 多一倍 倍于卤价 倍于卤值 值就是价值 价值 就是工钱啦 工资啦 啊 假定说 你在那些穷人的地方做工啊 一天只有两块钱 那么你到我这边来做工啊 我给你四块钱 多一倍 给你四块钱 假定 啊 鱼 就给了 我给你多一倍的价钱 叫他到我们这边来工作 啊 穷子若许 将来 始作 穷子如果答应了 哎 既然是同样是这种工作 而价钱又比较高 啊 他从希望啊 能够多赚几个钱啊 啊 那么既然如此啊 啊 他如果许 就是答应了 啊 啊 好了 我给你来去做了 啊 他如果答应了 那么就是你引诱他来 带他来 啊 带他来跟你一道工作 啊 假定那个穷子问 当天那边做什么呢 若言 欲和所作 若言 假定那个穷子问 哎 那你叫我去 是不是叫我去冲三位呢 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啊 便可 与之啊 你就可以跟他说 故如除分啊 叫你来去 啊 打那个背鸟了 哈哈 愿办背鸟的 转转下 啊 你来去打背鸟 啊 顾如除分 顾就是前程他了 啊 那么你呀 来替我工作 我这边的工作 你能做的 是什么工作呀 挑大份 啊 挑那个米田供 做这个工作 他是一样做惯的 啊 教材啊 做苦工啊 清理四桌啊 就是他做惯的 啊 那么 嗯 说做这种工作 一样的价钱还多一倍 他一定会接受的 啊 他会恐怕说 那我一个人做 没有同伴 啊 没胖了 啊 恐怕他会做的 没胖了 那么你就跟他说 我的二人呢 一共鲁桌 你不怕 没怕没胖了 我两个给你做胖了 那么我们有三个人呢 有办了 没问题 啊 那你就可以来吧 顾如处分 嗯 什么分啊 见识的大分 嗯 那么叫他来做什么啊 断见识货 见识货就是个大分 嗯 你以为我们心里很甘心啊 我们心里都是米田供 哎 啊 都是一些贪生吃 那个贪生吃就是米田供 啊 所以进行品里面呢 上上一号的时候 都要也要这样子想 去贪生吃 捡出罪法 嗯 这个 凡是上一号 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去贪生吃 捡出罪法 哦 那么把这个贪生吃 看作跟这个大分 一样的 嗯 所以把这个米田供丢掉啊 也就好像把贪生吃丢掉一样 嗯 那么既然如此 出大分这工作他能做了 当然隐忧他就会来了 嗯 宋朝的 吴祖三一位法眼禅师 佛法的法呢 演讲的演 法眼禅师啊 他出出家的时候 在他的寿业室那边呢 学习佛法 他的寿业室就教他拜法法经 一个字一拜 一个字一拜 拜法法经啊 哦 那么一心顶礼 大神妙法连法经 如字法宝 拜下去 嗯 那么第二拜 是字法宝 我字法宝 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 一直拜 他拜到这里 故路除愤 哎 妙法连法经 啊 愤字法宝 愤字法宝 米田共怎么是法呢 哇 提一呀 提 这个大愤 为什么是法呢 嗯 啊 这个实在不想拜了 啊 为什么大愤是法呀 嗯 一心顶礼 大神妙法连法经 大愤是法宝 他心里想 这么脏的东西 怎么看是法宝啊 哎呀 拜 哦 一直提 而且啊 他一直想吐 哦 心里难过 嗯 不好受 他就不拜了 就跑到他的师父那边去 师父啊 大愤为什么是法宝啊 问他的师父 嗯 那米田共为什么是法宝 哎 他师父一听啊 这个 沙咪 根基不浅了耶 不那么随便啊 他懂得这个道理啊 他的师父想想 我是个法师 我不是禅师 不懂得这一套 没有办法度他 就把他送到这个禅师那边去参禅了 后来他开悟了 成为一代祖师 就是由这个大愤来的 所以禅宗祖师里面呢 很多这种的很特殊的情况 哎 他会想到这一天大愤为什么是法宝 我拜法 罚军拜了好几遍呢 可是就没想到这个道理 我照样是分之法宝 可见我的愚痴比起祖师来相差 我这个智慧相差太圆了 嗯 所以我很愚痴 不会开悟 而祖师在大愤之下就开悟了 我们天天都在排这个米田工 可是不懂得这个是法宝 嗯 我们听到这个制度觉得很脏啊 可是你没想到这法法经历是个法宝耶 嗯 民国三十 好像三十七年冬还是三十八年初 那么辞劳来台湾在中立元光市办学 哦 那个时候很红洞 他穿的是南川衣服啊 黄医 黄医生 到各地方去啊 人家就把他看着活佛一样 那好像是有一天呢 到台中 人家请到台中去演讲啊 嗯 他在演讲的时候很特别啊 他的演讲不是说什么特别 他的眼睛会讲话 嗯 死老的眼睛会讲话 他一上台 他两个眼睛望台下一扫射 嗯 那所有的听众就整个给他洗洗烟珠了 谁也不会享受 而且也不会爱困耶 大家站在哪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会爱困 都听得精精有味 他讲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什么都是佛 您知道他的表演呐都是滑气的那种表演 他的屁股扭起来往手去拿抓出来 这是什么 嗯 这是佛 大部分也是佛 那个翻译的人不敢翻译啊 往他看 嗯 看什么 不敢说 大部分是佛他就不敢讲 嗯 这个难怪了 我们众生心 嗯 这就是对佛的恭敬啊 还不敢用愤来 嗯 放在佛的头上 嗯 所以 他这个禅宗祖师啊 有很多很特别的情况 嗯 他这个大愤一败了这个愤子 他就觉得奇怪了 嗯 分为什么是法宝啊 没有想到在法法经里面大愤也是法宝 嗯 那么 当时 虫子啊 既然是有这么两个人去去饮汤 嗯 回来 张哲夫这边啊 到后边去工作 不敢带他 带他到前面内 从后面进去 到后边呢 养牛养 养猪的那些地方去啊 脏兮兮的地方 叫他到那边去工作 嗯 全身涂满泥巴 嗯 在那里做苦工啊 他愿意了 所以 这就是啊 呃 齐教灵的第一段 灵 灵 你以三车 啊 佛用三车来引诱穷子 啊 目的大刀了 下面 十二死人 十二死人 既求穷子 既已得之 既成上司 这四句话在科判里面是两颗 嗯 他这个科判里面呢 就是这一段文 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啊 就是第二 灵之 灵之子先行 跟第三 灵炭三车 嗯 两颗的意义包含在四句话里面 所以古代的科判呢 往往科判就是诸杰 科判就是诸杰 科判就是诸杰 嗯 他这个科判 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排得很整齐的 因为他的科判就是诸杰 所以他这两段文就包含这两种意思 嗯 第二 灵之子先行 跟第三 灵炭三车 就是说他这个四大弟子说这四句话呀 就是领悟到 嗯 长者夫知道儿子的先 人以预先那种小根的心理呀 他明白了 说知子先行 十二十人去求虫子 这两句话就是知子先行 嗯 这两个十者 长者夫派他去的人去求虫子 就是求了 找这个根据了 找虫子 嗯 既已得知 既成上司 这就是第三 灵炭三车 嗯 既然找到穷子了 嗯 嗯 那么就详续叙述 长者夫 嗯 叫他说的话 就是要他到这个长者夫那边 但我没有跟他说是 嗯 什么地方了啊 就是我做的地方 你跟我去 我那个地方工作呀 工作是一样的 嗯 那么价钱 比你平常做的多一倍 这几倍啊 啊 那么我两个人也是陪你工作 这据成上司 据成上司 四个字啊 就包含前面 呃 持有桌子 桌处 一直到一共鲁桌 这段文 包含在里面 详细叙述 详细叙述 要他去做这苦工的工作 啊 那么当然 嗯 这就是表示他领悟到前面 探山车虚游啊 啊 杨禄牛山车 啊 引诱他 目的达到了 啊 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段的科判 就在这四句话里面 第四 领诗愿争出火车 火贼 啊 领悟到 诗 诗和他的心愿 诗和穷子的心愿啊 啊 那么度他出火贼 啊 那么就是穷子 游子啊 可以超出火贼了 而是穷子 先取起家 寻遇处分 其父见子 明耳怪之 这一端呢 就是第四 领诗愿 争出火贼 前文比喻评里面所说的啊 呃 这个既然有三车呀 他们抢住要出来 出来了 呃 真是抢住要出来 要呃 呃 得到这个三车好玩 呃 从此先取起家 并不是说先拿钱啦 价值价值 并不是说先拿钱 会议里面的解释说 就是先说明价钱啦 啊 先取起家啊 就是说明价钱啊 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工作 一天是两块钱哦 那你既然要多一倍嘛 到你那边工作就要四块钱咯 啊 那么这个两个人 售钱的两个人呢 就是跟他说 这个没问题 啊 我的主人已经说好了 就是给你四块钱 一天四块钱的假定啊 你到我那边工作 就是比你在这边工作啊 就多一倍的价钱 这边两块 我那边有四块 呃 那么呃 既然是这个价钱谈好了 寻以处分 就是来了 给他做工作 呃 这个法法金里面的这个明天供 还挣不少呢 呃 前后都有好多好多啊 好几个这个明天供 从前大陆上有专卖专卖明天供的人呢 有这些 这种店啊 他这个店呢 专卖这个 这个东西 是做什么呢 因为在农业啊 农业都需要这个毁雕啊 从前没有化学的毁雕 都是用这种真正的毁雕 所以啊 有专卖的这种店啊 他的招牌就挂着专卖明天供 那么他就回来了 关注这两个人了 就到长者夫的后边了 就做这个工作 啊 就除分 天天挑大分 啊 那么做这种苦工苦工 清理这个 呃 一号的工作 其夫见之 名而怪之啊 既然来他长者夫的后边工作啊 那么 穷子没见到长者夫啊 长者夫 时时都可以看到的 啊 都看到他的穷子啊 在后边呢 做这种苦工啊 挑米田供啊 很怜悯他 明明是个豪贵长者的儿子啊 他就不接受自己是个 啊 长者夫的儿子 啊 愿意做这种苦工 名而怪之 啊 很觉得奇怪 啊 好奇怪的 明明你是长者夫的儿子 你为什么不接受啊 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头啊 啊 啊 那么一直觉得很奇怪 下面是其余灵 嗯 嗯 越他领会到的意思 意思啊 啊 用他的领悟的意义 来表达出 嗯 这个 文艺 有也是有诗端 啊 前面按照教理方面的说法 来领悟到 初初欧函 啊 那么现在是越他的所领会的意趣 来说明他的领悟佛 为他们辛苦说法的情况 这四段文当中第一段 领 全至 九欲 尼余 啊 领悟到佛老早就打算要用全巧方便的方法 来接应这些穷子 小胜根性的众生 啊 那么这是下面的文字 先说这个第一段 又以他日 以窗 又中 遥见子身 这就是 麒麟的第一 啊 全至九欲 尼仪 啊 很久啊 佛就要用全巧方便的意思啊 来建议这个小根 不是现在 从九远进来 啊 知道他们不能一下子接受大法 就要先用全法来进行他的用意 啊 又以他日 他日 他日 就是华言以后 發说 又华言以后 啊 就是沃寒石 啊 以窗 又中 不是正看 啊 从窗户看出去 窗 正面的窗叫做窗 又也是窗 正面的窗叫做又啊 又也是窗 不过是正面的窗 张哲夫不能直接一下子就到穷子那边去见他 恐怕他害怕又瞎坏了 所以只能远远啊 在窗户啊 或者是正面的窗户或者是正面的窗户里啊 忘看这个窗子的工作啊 这就说明不是站在中道理说法啊 先说偏真涅槃的道理啊 就是四地方啊 那么窗户又狭又小 说明这个权制造机啊 就偏移这个真谛之一边 遥见子生 遥比方小跟距离大胜的近见 还远 遥是远 遥就是距离很远啊 就比方说这个在欧函会上啊 声闻人距离这个法法会上说大法的时间 还是好远 这叫做遥 见 嗯 是长者准备要接引他的用意啊 所以叫做见 啊 子 就是指久远皆前曾种下大圣根性的圆 嗯 那所以叫做穷子 就是实际上啊 在长者心目中啊 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嗯 可是穷子啊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第二 零九字小法是其完后 嗯 中根四大地质代表 中根人说法说 他很久就知道啊 嗯 佛要用小法啊 嗯 来建议这个小根 而小圣根性啊 以这个山车 洋车路车 是他所喜欢 他最爱玩 最喜好的东西 嗯 那么意思就是说 小根人皆小法 正适合他的根性 雷受焦催 雷受焦催 奋土成分 物味不惊 这三句就是第二颗 零悟到 九年就知道 小法是小圣根性的人 所好 爱玩 所喜好的东西啊 嗯 他只能接受这个小法 雷 字面上的雷字啊 就是瘦 瘦 瘦弱 啊 所以瘦 是指他没有肉 雷 是虚弱 啊 这个人很虚弱 啊 又很瘦 没有肉 焦催 呃 焦就是那种的焦虑的情况 催 就是疲倦的情况 啊 这是比方的 这个比喻上的 这个文字上的说明 而他所含的意义呢 呃 呃 雷受 就是说他没有公的法财 没有大圣的公的法财 没有向好庄严 所以叫做雷受 呃 受就是他福的少 雷是公的法财少 所以叫做雷受 呃 雷受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身体啊 身体是有啊 可是只是受而已 呃 虚而已 那么就说明他虽然是能断烦恼了生死啊 可是他是一个没有大圣公的法财的人 没有大圣福的因缘的人 福的很少 所以叫做雷受 呃 为什么会交追啊 交 内部无常叫做交 内心啊恐怖无常 小慎根性的人怕无常来啊 时时修无常观啊 呃 呃 这个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呃 时时修无常观 怕无常啊 就交了 吹呢 外招八苦就这了 啊 吹就是显示他很劳累啊 怎么劳累啊 我们一天到晚就被这个八苦啊 所尖破 身老病死 爱别离院政会求不得 无愿之胜 把这个八苦来劳累的死你受不了 这就吹啊 身份呢 还没断烦恼之前跟我们凡夫一样 都是被这个无常所困 交八苦所尖 吹 全身都是肮脏东西 粪土成分 既然是飘大粪嘛 难免啊 也过得这些 哦 嗯 啊 所以啊 他的粪土 泥巴啊 哦 烂泥啊 或者是大粪啊 都 都会涂在他的身上 呃 成分 呃 那么好多的尘埃 呃 呃 呃 在他的身上 这个粪子啊 分土的粪呢 就是呃 这个打在他的身上 跳起来打在他的身上 愤土成分 佛最慈悲了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 有一天到 街上去脱波 嗯 脱波回来的时候啊 在城外 碰到一个 詹陀罗 呃 最下见的人 他在替人做苦工啊 做人家的奴隶啊 做苦工啊 正好从一号里面 挑一旦的大粪出来 这个大粪挑的这个大路经过呀 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来 啊 这么巧碰到了 他挑的是大粪啊 哦 他心里难过呀 我挑了这么脏的东西 正好碰到佛 他一害怕呀 赶快想要把这个大粪摆到旁边啊 啊 不要碰到佛 结果一害怕呀 那个 跌了一跤啊 这个大粪淋在这个大路上 还淋到一身 嗯 那么佛看到这种情况啊 赶快 就去把它扶起来 啊 你受伤了没有啊 啊 怎么跌倒了 啊 啊 这个挑大粪的人感动的 嗯 无体投地啊 啊 做的佛这么慈悲 我挑的那么脏的 敏田共 他还不会怕 嗯 他不但是不怕 而且看到我跌倒了 他还浮起来 他做的这个佛实在是太慈悲了 我没有想到 他是个王族擦地利 嗯 那么看到我这个粘脱了 我还有这么慈悲的心爱护我 因此他把 呃 以后啊 把身体洗干净啊 换了衣服啊 就跑到佛那边去出家了 这是个挑大粪的人也出家 嗯 所以佛度众生啊 平等平等 没有分别 嗯 彻底的平等 嗯 所以啊 就是挑大粪的人碰到佛 佛还是度他的 嗯 不像我们啊 我们碰到这个 啊 比方啊 跌起来 哦 好脏哦 哦 不能活肉 呦 走过去 嗯 他不会这样 嗯 他不但是没有把鼻子扭起来啊 他还是赶快把它扶起来 啊 我把肚 赶快好意的去问候他 佛的慈悲就这样啊 嗯 所以他这个穷子啊 在那挑大粪 嗯 嗯 这么痛苦的工作 这么脏 这是一种比方啊 粪是比的四处烦牢 见私货 见货八十八十为一 私货 欲舍无舍三界 就分三 这个分 就是四处烦牢 嗯 四处烦牢 四处烦牢里面 嗯 当然是 都包含有见私了 可是 分是种名字 土 只见货 臣 只私货 嗯 所以 这个 生文人呢 嗯 挑大粪 用意就是 求断见私 断见私货 嗯 所以他挑大粪 臣头分身 物味不惊 这不用说了 啊 全身都是肮脏东西的 物味不惊 嗯 那么佛不嫌他 物味不惊啊 还是照样要度他 所以接下去啊 佛真的要好好的 想办法来度他了 下文就是第三 灵 久知虚探山车 灵悟道 很久就知道 要用山车 赞探山车啊 来度这个小根源 寄托淫若 细软上浮 言诗之巨 更多粗壁 勾逆之一 尘土分身 想办法要接近虫子了 你不接近他啊 没有办法 合为一家了 啊 那么这就是 这两句话 在《四教义》里面 有引证的啊 哦 那么就是 在欧涵会上啊 就 舍 拓舍呢 正义之声 啊 作弊勾一 啊 那么就是说欧涵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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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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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识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识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识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识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燕供自104年4月1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识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12311次 金鱼 报恩 根据大陆新闻信息报报道 2004年3月8日 大约早上7点左右 浙江平阳县 南济镇 马祖澳村 36岁的党支部书记杨志选正划着小渔船到海里捕鱼 突然 远处快速游过来了几条大鱼 啊 那是什么呢 他们游进了一些 杨志选才看清楚原来是鲸鱼 一共是五大两小 总共七只鲸鱼啊 天啊 好多鲸鱼啊 七只 真难得看到这么多鲸鱼 就在杨志选欣赏着这七只鲸鱼的游滋时 突然其中领航的鲸鱼向暗潭冲过来了 啊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几秒钟后 领航鲸鱼全身已经浮在了前海滩上 海水只能浸泡住它下半个身体 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 一个大浪打过来 领航鲸鱼又被海水淹没了 退回到了较深一些的水域 没想到领航鲸又卯足了劲向前海滩冲了过来 这一次冲击 踏距海岸更近 被搁浅在前海里了 进退不得 领航鲸鲸鱼 另外六头鲸鱼也前不后继地往前海滩冲 领航鲸鱼冲向海滩 海水只淹没它下半身 一个大浪打过来 领航鲸鲸又向前一步 这次它彻底搁浅了 其余的六头鲸鱼也前不后继地冲了过来 六条鲸鱼一起搁浅在海滩上 它们这是想集体自杀啊 这七只鲸鱼在海滩上搁浅后 如果不能及时营救的话 那肯定会死的 为了营救这七只鲸鲸鱼 杨志玄立刻打求助电话 到了当地武警边防派出所 喂 武警边防派出所吗 在海边有七只鲸鱼搁浅了 情况很危急 请您们快点派人过来协助帮忙 不久 海边就聚集了二百多名公安武警 保护区工作人员及村民 依我看 大家就用大渔船椅子排开 横在鲸鱼面前 然后开启马达 让轰鲸鱼的马达迫使它们退回深海 嗯 有道理 在杨志玄的建议下 四艘带鱼船马达昏迷 椅子排开 横在了鲸鱼的面前 于是鲸鱼们都退回到了较深的水域里 看来这个办法很有效 可是几分钟后 那头顶航金鱼用力摆了摆尾巴 带着部下又向海岸线冲上来 啊 它们怎么又冲上来了呢 海水开始退潮了 如果它们再回不到深海 那就糟了 大家都过来集合 没有时间了 我们齐心协力 把它们推回海里 在这非常时刻 杨志玄只能选用最笨的办法了 它集合多人之力 硬是把这七条鲸鱼 推送到了大海 一二三加油 一二三加油 真累啊 终于成功了 事情到此就算圆满结束了 有一天 杨志玄正在大沙滩上 作业的时候 突然看见七条鲸鱼 从海水里浮了上来 这不是那次搁浅的那七条鲸鱼吗 它们这是来为我表演的 过去就听说 鲸鱼的记性很好 这些鲸鱼一定是前来 感谢救命之恩的 鲸鱼确实是一种祭恩的动物 有一次 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玩水 不慎被海浪卷进了大海 正在这里游玩的一只小鲸鱼 立即托付起小孩 把它送回到了岸边 人间果然处处有温情 即使是动物 也懂得知恩图报 这一点 我们人类 正应该好好向它们学习的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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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